再来关心副总统当选人吴敦毅 将会在三月底到中国来参加博鳌论坛 不过现在却被踢爆说根本没有按照程序来 没有先向内政部移民署来提出申请 就先向中国的主办单位来报名 那么在今天也引发了在野党的立委炮轰 认为吴敦毅去现场只是要去中国被摸摸头 根本就像是禁贡一样 吴副总统当选人 吴敦毅兄他现在正在放吴欣架 12号晚间马总统一句吴欣架 调侃副总统当选人吴敦毅全场哄堂大笑 不过卸下行政院长的他可没闲着 正着手准备赴中国海南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但现在却传出程序出问题 没报警内政部同意先向中国博鳌主办单位报名 那我们通知博鳌秘书处 我们有这么一位吴院长 会来参加 民署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收到吴前院长 这个附录的申请案 吴敦毅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顾问的身份 赴中国参加博鳌论坛 应该先向移民署提出申请 内政部连审会核准才能放行 但目前为止都没有提出申请 就先向中国主办单位完成报名 5月吴敦毅将就任副总统 就算短暂卸下公职该走的行政程序可不能放着不理 三立新闻成立国黄教委台北报道